今天在一起,我們又要請社群島丁樂 在這裡,替我們感到真實有夠的心事 為得救的教會 我們節目已經聽過了 社群島已經說了兩點 第一點就是 異紀跟異端的區別 第二點是 教會是獨一無理的 今天在一起 社群島要來分解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我們就要說 信仁斷而已 讓我們今天可以去聽清楚 我們現在來請社群島 我們的講義 昨天的講義跟今天是一樣 拿夠就不要再拿了 先讓他鎖住一下 奉主耶穌聖明 我們今天早上 繼續昨天晚上來學習 今天是教會 是唯讀的教的媽這個主題 那麼今天早上我們要學的是第三段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和咕嚕西書的第一章 二十四節 咕嚕西書的第一章 二十四節 現在我為你們受苦 導覺歡樂 並且為基督的身體 就為教會 要在我肉身上 補滿基督泛濫的缺陷 這裡也就要說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昨天晚上我談到過 教會跟會堂有區別 會堂是有建築物 我們大家聚集敬拜神的地方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是有生命的 就是耶穌基督用的保險 買回來 最多的赦免 成為他的門徒 這個團體 這個叫基督的身體 就是教會 那一般教會 那一般教會 是不是每一個都屬於基督的身體呢 不一定 這個觀念非常重要 因為福音已經被改變太多 這個不是隐屬福音 隐屬福音是聖徒 從耶穌基督一出領受的 一出交互的 那個是原始的福音 是純正的福音 那現在這個 各教派所信的福音 都不一樣 因為不一樣 才分這麼多教派 聖經一本而已 如果每個教派 都忠俗的接受聖聖的話去傳良 就不會分這麼多不同的教派 那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看法 造成這麼多教派 一個原因 沒有聖靈的启示 聖經話是奧秘 神的启示 感動人家寫出來的東西 如果沒有神的靈在裡面 启示教導 就看不懂 那我們教會 能夠把福音傳來這麼純正 因為我們有聖靈的教導 比方說我們講道的人 在台南講道 傳道長老之事 弟兄姊妹 被安排講道的時候 如果他講的道理 何為聖經真理 弟兄姊妹聽說 會心裡會感動 會阿滅 如果說講的道理有點奇怪 沒有聽過 好像聖經不是這樣講 心裡就很難接受 就是靈的作用 這很奇妙的體驗 我們聖靈在大家裡面 為運行感動 幫助我們了解聖經的話 那傳道人也就是一樣 聖靈的教導 給他領悟真理 然後把這個真理傳出來 信徒就可以接受 做他的信仰上的參考 幫助 基督身體有什麼條件呢 應當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要有基督的靈 好像動物有動物的靈 人有人的靈 有動物的靈 這個才是動物的身體 人有人的靈才是人的身體 教授基督的身體 要有基督靈 就有聖靈 會講方言 第一個條件 要說基督的話 我的身體說我的話 表達我的書想 你的身體說你的話 表達你的意見 不同身體 有不同的書想 不同的意見 那教授基督身體 要有基督的書想 傳達基督的話 就是說所信所傳 要有聖經清楚根據 假如所信所傳 沒有神的根據 或者是說 有神的根據 解釋的不正確 沒有按照正義 去分解真理道 那就是沒有傳基督的話 第三個條件 基督是要有基督的能力 表現出來 耶穌基督傳達基督時候 常常有病在地 摸在身體 耶穌能力出來 病在病 馬上都一致 基督滿身的能力 隨俗帶花 你有信心去摸到身體 他能力出來 你的病就得一致 好 那麼基督已經升天了 我們哪裡去摸基督的身體呢 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 所以教會如果真正是基督的身體 充滿能力才對 你來這個教會 有什麼病痛 祷告會得一致 你有什麼困難祷告 會蒙神垂天解決問題 這個充滿基督的能力 這個教會 才是基督的身體 那這三個條件 屬度才多有 所以他們是獨舊的真教會 那當初這個教派而已 沒有別的教派 所以他們唯一的獨舊教 因為沒有別的教派 那麼今天有這麼多的教派 不管是什麼教派 當然 如果你既有三個條件 有基督的人會講方言 所傳所信都會生清楚根據 傳基督化 而且表現基督的能力 有好多神的獨舊的真教 這個就是獨舊的真教 雖然現在跟我們沒有接觸 好像有兩個團體 在場跟同一群 同一羊群的 這我真的講過 我們所強調獨一獨舊教 強調他內涵 不就這個費明 如果你太過於強調這個費明 這個費明 你就火定屬度的教會 因為屬度的教會沒有費明 還有我們教會早期屬後 魏保羅在傳真教道理屬後 短短兩年多的期間 費明改成三十次 最後才決定 今天要叫這個費明 這個是向政府立案 然後把招牌掛起來 以後就不再改了 已經固定這個民族 已經用了八十多年 所以我們所強調獨 就不是講這個費明 而是講它的內涵 既有這個身體的條件 有基督靈 說基督話 顯出基督能力 這就是基督身體 任何教派 有這個條件 在場幹是同一群 是同一個羊群裡面的 所有道一定會鋪在一起 所以耶穌說 歐六的羊 不就是羊群 我要把他們領到這裡來 他們歸個牧人 合成一群歸個牧人 是耶穌的預言 在我們這幾十年常常應驗 以後會繼續應驗 這幾十年 所以以後 所有屬於主的羊 一定會合成一群 那今天早上 我們就來講這個觀念 我先把結論講出來 我們給你老爺一個觀念 一個概念 那我們就開始來 跟你身體查的問題 同一個條件 基督身要有基督靈 我們看以後所書第一章 二十五三節 以後所書的第一章 二十五三節 教會是他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這個他是誰 前面提到基督 所以這個他就是基督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然後說 是他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充滿萬有者 就是神 神的靈 那神的充滿萬有 就是充滿天地 神的靈 不是充滿天地而已 他充滿在他身體裡面 我們從這一句話 就很清楚了解 基督身體的第一個條件 要有神的靈所充滿 充滿萬有者的神的靈 充滿在教裡面 這就是基督身體 再看羅馬書第八章九節 羅馬書的第八章 第九節 八章九節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 你們就不屬作體 乃屬聖靈了 人做妙基督的靈 就不是屬基督的 這裡談到 誰的靈在你們心裡 神的靈叫聖靈 聖靈在聖靈有好多名稱 有時候叫神的靈 有時候叫聖靈 有時候叫耶華的靈 叫主的靈 基督的靈 耶穌的靈 好多名稱 同一個靈而已 不多好多靈 所以說神的靈 在你們心裡 我們裡面有聖靈 屬裡面就不屬作體 本來我們屬於作體的 屬於情欲寫氣的 那神的靈臨到生命改變 我們就不屬作體了 屬聖靈 這個聖靈 聖旁邊有幾個點 表示耶穌沒有這個字 是寬眾人把它放進去 所以要讀成靈 屬靈 有聖靈在裡面 就屬靈 不屬作體 然後說 人若沒有基督靈 就不是屬基督的 這個話很肯定 人若沒有基督靈 就不是屬基督的 教會如果屬基督身體 要基督靈 如果這個教會沒有基督靈 他就不屬基督的 很多教派對這個觀念很難了解 很難接受 但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聖經這麼講 你要信聖的話 還是聖牧書的話 好多牧書不懂聖經 我可以肯定 因為我在神的院 當教員講教育 已經輸出幾年 1963我們民國52年 成立成立 到現在四處三年 一直我在講五大教育 每個教派有他的教育 成為他教育的根據 那我未來要講這個課 我需要去了解各家派 對每一種教育什麼看法 我們說諸幾諸筆 百政百勝 我們說別家不對我們才對 但如果你對他們的教育的書 沒有看過 沒有跟他們討論過 而說他們不對 如果他們問我們錯在哪裡 你講不出來 你對他不了解 等於你說沒有根據隨便批評的 這個話沒有架主 所以我們要說誰不對 你要先了解他 他怎麼樣主張 什麼樣不對 怎麼才對 假如你對他不了解 你說他不對 這沒有根據 所以我為了這個需要 我別教育的方面的書 看了很多 我們總會圖書館在七樓 好多書 外教會出版的 我們自己出版的也有比較少 別教出版的書很多 我常常去找資料 所以我了解 為一般教會在討論道理 他們的教育就有什麼根據 有時候我跟別教牧書討論道理什麼 他們要翻聖經來跟我討論 常常找不到聖經根據 所以我才發現 一般教牧書啊 真的聖經懂得很少 那我曉得他找哪一集聖經 因為我看過他們的書 我就找給他 你說要做一集 他就說 好這個不必談談別的 好像兩個人在比武 對那刀掉在地上 很緊張的說 你幫他的忙 刀撿起來還給他 再來 不用打了 刀掉在地上 你撿起來還給他 還打什麼呢 等於說我不怕你那個刀 他找不到聖經 我知道他找哪一集 就還給他 你是不是要做一集呢 他開始緊張起來 他明白 做一集我不怕他 我懂得怎麼解釋 才幫他的忙啊 假如我怕他 怎麼會給他看呢 那做幾書呢 我看一般教好多教育的書 來跟我們信仰做比較 越比較越發現 我們是對的 假如有一天我發現 他們對我們不對 我早就去了 到他們去 為什麼我一定留在這裡啊 如果他們才對 我為什麼要留在這裡 我信仰是為了得救啊 也是為了我的祖祖孫的得救啊 這個有很多責任在我的身上 也是為了帶領信徒得救啊 假如我發現他們才對我們不對 我還堅持留在這裡 我祖祢不能得救 我的祖孫代代不能得救 很多信徒必有帶領不能到 祖祖孫代不能進 這個走起來相當相當大的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這句說 我一直離這整個教會 沒有離開 當然是誰的保守 更重要 我確定我們才對 他們不對 所以今天啊 早上跟下午連下來 我要談 我們要一些教育 跟別的教育比較 有這個比較 我們才更清楚 我們是對的 他們錯的 他們錯在哪裡 假如今天早上下午 有不同教會的 這個基督徒朋友 來這個機會 你等於再注意聽 看我是不是傳异端 假如我傳的 聖天沒有根據 或者把那根據講錯了 你認了這個异端一個一個根據 好 等於再接吻留下來 我們再一次談談看 那我們的教育 今天早上下午 沒辦法把它全部都列出來 我今天跟下午主講兩個問題就好 三個問題 一個是瘦身的問題 一個是安息的問題 一個是刑息的比較 就所謂的主度活入 還有息的問題 就三項就可以 那麼有機會 還有別的教育 別的先關問題 這個跟別的教不一樣 有機會我就來談先關 先關可能要花幾個鐘頭 因為各教派有不同先關 有三個一提 還有我們教育的先關 這個也是一個神奧的道理 那現在我就來談一談這個瘦身靈的問題 什麼叫瘦身靈 我們看瘦都現在第十章 瘦都行轉 第十章 四十章 四十章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 聖靈將在一切聽到的人身上 四十五節 那些奉哥裡和彼得同來的信徒 見聖的恩師也交在外面身上 舊都息起 四十六節 因聽見他們說謊言 稱讚神為大 四十六七節 於是彼得說 這些人既受了聖靈 比我們一樣 誰能敬主用水給他們梳洗呢 這裡談到 彼得到過你家裡去傳入音 還在講道時候聖靈就降臨 那些聽到的人都被聖靈充滿 怎麼曉得他們有聖靈充滿呢 在四十五節說 四十五節說 聽見 四十六節 四十六節 因聽見他們所言 四十六節 因聽見他們所言 這因就是判斷的理由 判斷的根據 因為聽見他們所言 所以判斷他們所聖靈 然後這個四十六節 彼得又說 這些人受了聖靈充滿 以我們一樣 就用我們今天做標準來判斷 以我們一樣 好像這個老師 給學生出問題考試 然後有時候老師很忙 就請成立比較好的學生替他批改這個考驗 然後老師就教一張標準答案給這個學生 這個是我的標準答案 你用這個根據 跟這個一樣就對 跟這個一樣就不對 這個學生做得到了 然後因為我以前當過老師這個經驗 然後這個學生啊 就根據老師的標準答案 跟這個一樣 對不對 就是不對 一下就解決到了 因為有時候標準啦 彼得用他們的讀生經驗做標準 跟我們一樣 會講方言 就受聖靈 跟我們不一樣 不會講方言 就沒有聖靈 後來彼得回去 一路撒冷報告 最近訴訟了 再次強調他們受聖 與我們當初都一樣的 看這個蜀都第十一章 第十五節 我一開講 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 正像當初 將來我們現在一樣 後來彼得回二三報告的時候 我剛剛開始講到的時候 他們做受聖靈 以我們當初一樣 當初五旬節的經驗 五旬聖靈 什麼叫受聖靈呢 聽見說方言 跟我們一樣 就跟五旬節門徒受聖靈經驗一樣 現在很多教會 祷告不會說方言 因為不說方言 所以我們判斷他沒有聖靈 因為跟耶穌門徒經驗不一樣 所以跟耶穌門徒一樣的 會講方言 才算受聖靈 那關於這個問題 有的人一般教會 很普遍的一個錯誤的觀念 那這個錯誤的觀念 我這裡提到了幾項 我們先看同一項 他說 我有聖靈在裡面 我才會信主 假如我們有聖靈在裡面 我怎麼會信主呢 他們這樣講 哎呦 現在根據 但是他把根據講錯了 看國安前第十二章第三節 所以我告訴你們 被神的靈感動的 沒有說也可做主的 若不是被神感動的 也沒有能說也做主的 他們用這個根據 被神的靈感動的 沒有能說也做可做主 相反的 不是被神感動的 不會說耶穌的主 那麼他們就拿這個根據 我們不會說也做可做主 我們會說也做我的主 我有聖靈啊 假如我裡面沒有聖靈 我怎麼會見耶穌為主呢 所以他們用這個根據 其實這個是聖靈的感動 不等於有聖靈 聖靈感動有聖靈是兩回事 已經領受聖靈的人 一定有聖靈感動 但是沒有聖靈之前 也可能有聖靈感動 有聖靈感動 你在想要聽呼音 因為有的人推出說我很忙 他們說很忙不能來 難道我們來的每個都很閒的 沒有地方去嗎 我們都這麼閒的沒有地方去 才在這裡聊一聊 坐一坐聽一聽一聽到 不是我們都很忙啦 很忙也會來 為什麼因為很寶貴啊 來敬拜神 跟神有正常關係 得到神的祝福恩典 心裡充滿喜樂 所以很忙也要來 所以說忙不來是一種藉口啦 那如果有聖靈感動 你就忙也要來 所以聖靈感動 你才想要聽呼音 好 你聽了有的會明白 有的不明白 會明白有聖靈感動 你才明白 你明白主要想接受這個呼音 受洗歸至基督名下 就是聖靈感動 因為有的明白道理喊老 接到被人去聽 你去聽喊老 我聽過我沒有騙你 你去聽就知道 別人在聽 受洗他還沒有受洗 但有聖靈感動的人 他會接受這個犀利 所以說一個人會信主 第一個 他很忙也要來聽 第一個我當天來懂 第三個產生信心 接受到呼音 這每一步都是 人感動的工作 但不等於有聖靈 我們可以從聖靈來找到這個根據 史如今的第八章 史如行傳 第八章 十四節 十四節 史如行傳八章 十六節 主徒在耶路撒冷聽見 撒瑪利亞人 領受了神的道 就打發彼得耶漢 往他們那裡去 十五節 兩個人到了 就為他們祷告 邀家們受聖靈 十六節 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一個人身上 他們主奉主耶穌的名 受了洗 十七節 於是主徒暗所在他們頭上 他們就受了聖靈 這裡提到 撒瑪利亞信了耶穌 受了洗 他們已經信耶穌了 已經受洗了 成了基督門徒了 沒有人受聖靈 那彼得按所在頭上 他們才受聖靈 如果你說耶穌我的主 你已經信主 就有聖靈 為什麼 撒瑪利亞已經受了洗 成了基督門徒 還沒有聖靈呢 或是按所打告才到聖靈呢 所以一般教所說的 我有聖靈 我才能認耶穌為主 這觀念是錯誤的 要認耶穌為主 不一定要有聖靈 有些人感動 就可以認耶穌為主 所以撒瑪利亞人 他們會信主 因為他有聖靈 可是沒有聖靈 按所在頭聖靈 那麼為什麼要有聖靈 才能夠信主呢 我們讀聖要了解 這書代背景 很重要 書代背景 耶穌是出生為牧將的兒子 沒有很好的家事 也沒有所有正規的教育 沒有外貌 沒有地位 沒有什麼正規的身分 沒有受很高的教育 一個很平緩的人 耶穌一生很平 耶穌的出生加速很平緩 可是他一生並不平緩 他走的路就是 就點的道路 或者完成了 他一生不是平緩 非常不平緩 可是他出生的時候非常平緩 那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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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漂亮 你的話可能大家會不太喜歡聽了 人就是要看外貌 耶穌沒有外貌 但是很多人會信他 就是神的感動 如果你沒有神的感動 你看不出耶穌救主 還有耶穌門徒剛剛開始信耶穌的時候 那些信的人 很多是補儀人 沒有什麼外貌 沒有學問 沒有錢財 沒有地位 他們來信耶穌 假如你沒有神的感動 你看不出這個教有神同在 第二個 耶穌的門徒 傳耶穌道理說 有雙種逼迫 一個是 優太教的宗教逼迫 一個是 羅馬政府的 政治逼迫 優太人的 耶穌是他們的主 他們的神 如果你 一個優太人 脫離 優太教 去信耶穌 說耶穌你的主 以優太教來看 你就叛教 背叛優太教 那麼背叛優太教 結果是什麼 除名 在耶穌福音那邊說 有人認耶穌為基督 就要把他趕出去 這趕出去就除名了 從優太教 教堂趕出去 等於除名 不要你 優太全國都信優太教 少數人去信耶穌被除名 你就孤立了 孤立以後 你的生命差點沒有保障 誰就可能被打被殺 受虛誤 你日子就不好過 所以假如你沒有聖靈感動 你不敢信耶穌 你信耶穌 所以可能被受傷害 你怎麼敢信耶穌呢 所以要有神的感動 你才敢勇敢信耶穌 另外還有政治的逼迫 羅馬政府來的 當時的優太是羅馬政府所管的 因為羅馬政府是管羅馬的皇帝 你該殺 是他們的王 他們的主 如果你說耶穌 我的主 羅馬政府就誤會 你要背叛羅馬政府 你想要推翻羅馬政府 想要獨立優太國 問題很嚴重 就由羅馬政府來的 贈助逼迫 保羅傳錄音 常常被抓去做 就是這個緣故 因為保羅傳耶穌教主 有人說保羅傳有另一個主 另一個主耶穌 該殺是你的主 你留一個主 你不是背叛該殺嗎 你不是羅馬政府的叛徒嗎 你就有逼迫 坐牢 甚至受奔打 甚至被殺害 所以假如你沒有聖靈感動 你就不敢信耶穌 一方面有優太家宗教的逼迫 一方面有羅馬政府來的 贈助逼迫 所以那時候 需要有深的感動 才能夠見耶穌 那麼今天要信耶穌 要有深的感動 也不一定 現在基督成為國際宗教 很多文明國家 成為基督的國家 好像歐洲 美國 這個基督叫國家 基督徒 很多 會堂 很堂皇 有外貌 很多有地位 有學問 有潛在的人 信耶穌 教堂幹得那麼堂皇 很有外貌 他現在 有法律保障 一個民主國家 信仰 宗教是人民的主要選擇 你要信什麼 政府都不能幹出 就沒有逼迫了 所以現在要信耶穌 因為耶穌 在這時候很有外貌啊 因為信耶穌沒有逼迫啊 所以今天信耶穌 不一定有深的感動 但我們不否認 一般教會 可能也有人有深的感動 因為我們發現 一般教會 有的基督徒啊 的確非常全場 有愛心 做很多善事 關懷社會 這種事情也做了不少 這個我們不否認 所以我們認為 一般基督教 是否也沒有說 神講荒原 但他們也有人有深的感動 不是全部 但是一定有人有深的感動 因為有些人很欠張 但這個不等於有聖靈 所以說這個 這個 聖靈是為主 不一定有聖靈 那時候 真的感動而已 因為他不會講方言 第二個問題 他們說 說方言是聖靈好的恩術主義 不是唯一的 不是絕對的憑據 他們這樣講 也是有聖靈根據 但是他們把聖靈根據講錯了 看《國靈多前書》第十二章 又叫一臉能說方言 這裡答案 又叫一臉能說方言 不是每一個人 就是其中一種 十二章從第八的開始 聖靈有九種恩術 這個恩術就是每個人不一樣 有的有這個恩術 有的那個恩術 然後我們剛剛所看的第一章 又叫一臉能說方言 就不是每一個人 他們拿這個根據 說方言術 聖靈好的恩術其中一項而已 不是唯一的 不是絕對的 受傷的憑據 再看同樣的 第十二章 三十五節 十二章三十五節 其多數得恩術異病的嗎 其多數酸的嗎 其多數等於不多數 所以他們就拿這個根據 保羅問當時的信徒 你們當作其多數酸的嗎 等於不多數 有的會有的不會 其實這個幾數是錯誤的 為什麼 因為聖靈裡面所說的說 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對神說的 叫方言禱告 一種是對人說的 叫方言講道 為什麼對人 對神說叫方言禱告 對人說叫方言禱告 對人說叫方言禱告 要這樣區別呢 因為你對神主能禱告 你不能向前講道啊 你向前講道神說 你要教訓我 你講這個道理是 有的會 你把我的會想給我聽 這個很奇怪 那你對人 主能講道 你不能向人禱告啊 你弟兄姊妹說 主啊主啊 弟兄姊妹說 你找到對象啦 我不是主啦 我是弟兄姊妹 你所以對象不同 內容就不同 弟神講的是 祷告 祷告的內容啊 感謝啊 讚美啊 悔改啊 祈求啊 就是祷告的內容 那麼對人說的 講道內容包了萬象 聖經很多道理的 可以拿來做講道題材 不但是聖經 你的生活體驗 你的感受 也可以做講道題材 所以這包範圍數非常大 造就教會 目的就是造就教會 好那我們從這兩種的 情況的方言來分比一下 郭靖神的十五章 第十五章 神的所說 屬於哪一種的方言 現在看這個 郭靖多前書的第十四章 郭靖多前書的第十四章 十四章 十六章的十四章 我若用方言禱告 是我的靈禱禱 但我的悟性沒有狗孝 十五章 這是怎麼樣呢 自己不懂在讲什么悟性没有什么样的狗下 但是呢 不是乱讲 不是随便说的 有内容有目的的 有效果的 我们看同样第14章第2节 那说方言的言不是对人说 乃就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而在心灵里讲说不要奥秘 这里说 方言是对神说不是对人说 对神说不是对人说 当然是祷告啊 就方言祷告啊 然而说没有人听出来就听不懂 神听懂啦 但是人听不懂 那先听不懂 自己也听不懂 不是乱讲 不是没有意义的 不是没有目的的 下面说 在心灵里讲说不要奥秘 就有内容啊 有内容 而且有意义 不是随便都讲 那有什么效果呢 看第15节 书就当第15节 说方言的是造就祝己 所以说 造就祝己 说方言是造就祝己 你向人祷告 虽然你就听不懂 书造就祝己 有的意义本换成 提高品德 我们也可以说 造就灵性了 造就灵性啊 造就祝己就造就灵性 提高品德 这个是方言祷告的效果 我们从这个了解 对神说的就是方言祷告 虽然你听不懂 不是乱讲 是有意义 有效果的 就讲过的奥秘 而且是造就祝己 再看到同样十字章 刚刚所看的十字章 十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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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英文祷告 什么都可以 就祝己听懂得懂的话来祷告 叫悟性祷告 用灵祷告就是方言祷告啊 用悟性祷告就是用听人懂话祷告啊 用灵歌唱就唱灵歌 用悟性歌唱唱赞美书 赞美书就是歌手 你看得懂嘛 祝己会了解 会领悟啊 唱赞美书 悟性的歌唱 以后面用灵歌唱唱灵歌 有的受伤感动唱灵歌 我也经验过 刚刚信主说我圣灵充满 唱灵歌 那高的时候很高 但是高不会尖锐 严滑 尖锐就很难听会出 严滑 很高 有时候很低很低沉 平常我唱的时候没有办法唱那么高 还没有唱那么低 低的时候很低沉 高的时候非常高 不会尖锐 心里充满喜乐 那种感觉非常好 就是唱灵歌 好 那这个 方言讲道呢 我们看同样第十四章二书七节 十六章二书七节 若有说方言的租好两个人租多三个人 只要轮流的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二十八节 若没有人翻 就当了会中闭口 主对助理和神说就是了 这一段很多教会了解 不了解 误会了 他说助理保了规定 方言有一个限注 就是說 主要两个人 主要三个人 人数不要太多 我们教会常讲几百个 发的那些话的讲方言 没有注定人数 轮流说一出一个 不是一出好几个 我们一出好几个 几百个受伤的讲方言 还有人翻出来 我们就没有人翻了 如果没有人翻就不要说 主对助理跟神说 一般就拿着做根据 说方言要注定人数 最好是两个 最多是三个 还有轮流一出一个 还有人翻例 没有翻例就不要讲 但我们教会讲方言 没有注定人数 没有轮流 没有翻例 乱七八糟 他们这样批评 这个批评不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谁方言讲道 方言讲道 如果没有注定人数 每个人都要讲 你是聚要天亮 聚要到天亮 这个人讲 那个人讲 一直听听不完 你不是就聚要到天亮吗 所以注定人数 时间的限注 注定人数 还有轮流 一出一个 一出好几个 你要讲的 你要听谁 对人讲的 一定要当他轮流 一出一个 一出好几个要听谁 还有翻例 没有翻例 听不懂 听不懂就没有造就 那如果对神说的 没有这个限注 对神说 一出几十个几百个讲 神都会听 神不会说 这么多人说主啊主我要清水 排队 我先听你的 好 我给第二个 挂好排队 哇 一个人坐了车 我流好多血 说主啊 我没命 我血流太多了 赶快就好 你急什么 三百年前一个人打到我还没有听呢 你摆在后面 哇 等到轮到你早就死掉了 所以像你打到不必轮流啦 不必注定人数啦 不必翻例啊 这个英文 天署你来翻例 这个德文 另外一个天署你懂 德文你翻例 哇 讲从外国文祷告 要神要找天署翻例啊 需要吗 不需要 你用英文祷告 用德文祷告 用日本祷告 用台湾祷告 神都听懂啦 什么语言他都听懂 不必翻例 大巨人讲要翻例啊 你翻例 没有翻例听不懂啊 所以这个注定人数 轮流一出一个 啊 翻例 这个是 方言讲道 有这个限注 啊 对神说的没有这个限注 我们同族几数个几百个 像你打到不必轮流啦 不必注定人数不必翻例啊 有人说里面的耶稣很忙 24小时 不分周围的服务 因为地球各地方的时间不一样 我们现在这里是白天美国是晚上 那数这各国的时间因为数的问题不一样 有的这边是白天那边的晚上啊 但倒过来那边的白天这么晚上啊 哇 等于里面的神 24小时服务啦 数这地球上这么多人都在主啊主啊 哦 里面的神累死啦 没有办法休息啊 整天 整夜啊 一直在听 听就听 听了几百年几千年 一直在听都没有说 哦 早就死掉了 累死了啊 用人能力去了解神 神的能力是没有限度的啦 他不必休息了 他不必休息了 你不管什么时候祷告他都会听得到 他不会说 等一下才我要休息一下 他没有必要这样啊 神的能力我们很能想象很能了解 所以说 对神祷告的没有这个限度 好 那我刚刚讲 十二章第 第十二节跟三十五节 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方言 讲道的特别因素 为什么我们讲道是特别因素呢 比方说我们悟性祷告 谁都会悟性祷告 用我捏话祷告 那因为悟性祷告的人 一定会用悟性讲道吗 不一定 讲道是一种因素啦 不是有你想要讲 你就可以讲 你谈传福音 面对面谈福音 没有受题目先注 没有熟练先注 想到什么就讲 这个比较容易啦 你上台讲到要有主题 还受熟练先注 还谜计划 谜计划 谜计圣经 都跟你主题有关系的 这一种因素啦 你没有因素 讲不好 不会讲到这个 给大多人都明白 有条有理 你要讲什么 这一种因素 所以会用悟性祷告的人 不一定会用悟性讲道 一样道理 会用方言祷告的人 不一定会悟性 用方言讲道 因为祷告内容 跟讲道内容不一样 祷告内容是 感谢赞美 祈求悔改 就是素项 讲道内容 不是做素项 是别的内容 圣经很多话都可以拿来做讲道 所以假如你有的方言 讲祷告的 能这个 这个 所谓的凭据 但你没有方言讲道 特别因素 你内容是 祷告内容 不是讲道内容 讲祷告内容 向神说 可以 没有办法向人讲 因为向人讲 一定是 讲道内容 所以这一种 一种特别因素 那凭什么 我们认为 这个十二章 十二章 第十五节 三十节 这两个地方的 所谓是属于 方言讲道的 特别因素呢 有两个理由 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十二章从八节开始到第十节 十二章八到十节 圣人九段因素 最后九段因素 每一种属于造就教会的 这个第八节说 诸位元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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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礼书全个人听 没有人讲话给主理听 所以诸位元礼 诸位元礼书全个人听 造就教会的 然后 第九 第十五九节 又有一人蒙 就是给他信心 这个信心如果很强 会造就别人 有些人有信心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祷告都要解决 那这个鉴定讲出来 会造就别人信心 再来就又有一人蒙 甚至给他医病 医病 你有病吗 我祷告 为你祷告 你病毒医生 也会造就这个人的信心 因为他祷告病毒医生 他就做得有神 然后他发急救心 这个是造就别人的 第十五节 又有一人能行艺能 艺能就很特别能力 很特别能力 表现出了 大家晓得 我们这个教有神动 耶稣是救主 听了他的祷告 有能力表现出了 也造就别人信心 一个一人做先祝 我昨天讲到 给大家明白神的话 得到教训 耶稣造就教会 又有一人能够 辨别诸礼 这个徐灵就是圣灵 他会辨别很清楚 教会才 大家才不会受欺骗 不会受迷诱 这个是造就教会 又叫一人能够 说方言 等一下才讲 又叫一人能够翻 的话 方言翻出来 翻出来 大家听得懂 耶稣造就教会 所以这九种里面 刚刚所讲 这每一种 为什么只有这个 说方言 不是造就别人 也是啊 那造就别人是什么 方言讲道 方言讲的时候 造就别人 方言祷告 我们刚刚看 观念第十六章 第十五的那边说 说方言是造就祝告 那时候方言祷告 造就祝告 这个是造就大家的 就不是祷告 是讲道 方言才造就大家 这个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呢 这个十二章 第十五节 跟三十五节 有一样的写法 十二章 第十五节先讲 又一点能说方言 又一点能翻翻 说方言的话 这两个因素相提并论 那三十五节 其多数说方言人吗 其多数翻那人吗 说跟翻两个因素相提并论 同性族的 对象是人 讲道 翻出来 给他听懂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第十五节 跟三十五节 因为说方言跟翻两个因素并论 就了解 就是对象是人 不是神 因为你对神说不必翻例 神听得懂 所以对人说的方言要翻例 才把这翻译跟说 两个因素相提并论 这是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 三十五节比喻 我们看第十二节 十二章第十二节 就如生之主一个 却有许多诛体 而且诛体虽多人一个神主 一个基督也是一样 也是这样 所以说 我们人有好多诛体 但是身体是一个而已 那每一种诛体共有不同 彼此协助 来有一个 身体有一个健全的 健全的发展 每个诛体互相配合 那每个诛体有不同功用 那么这个身体就有健常的 这个发展 教会就诛体身体就一样 教会有各种因素 各种因素互相配合 那么这个教会 成为一个基督的健全的身体 所以用身体的比喻 来了解 这里的方言 是造就大家的方言 因为各种诛体 是彼此造就的 各种诛体是彼此协助的 那各种诛体 何解来成为基督的身体 这个是基督的健全的身体 用这个身体的比喻 来了解 这里的方言 是属于造就大家的 服输大家的一种因素 就是方言讲道的 特别因素 这个方言讲道 当然不是每个都会有 所以过去前十二章 第十五的身体所说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说方言 那属于方言讲道的 特别因素 不是每个都有的 神给谁 谁才有 注意方言祷告 这个是读生的瓶颈 只要你有身体充满 你一定会用方言祷告 所以我们这样相信 这个我们认为 有圣灵财神 有圣灵 没有圣灵 没有受方言 就是没有圣灵 接下来 就是他们说 保罗反对受方言 我们看 国内全书第十四章 十九节 国内全书的 第十四章 十九节 十五章 十九节 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 比你们重 不是十九节 但在 十九节 但在教会中 宁可用悟性 说五句教的人的话 强如说万句方言 第十九节说 教会中宁可用悟性 说五句教的人的话 强如说万句方言 一般教有的 拿走就根据 所以保罗反对说 为什么 因为说一万句没有用 大家听不懂 邻国用悟性 大家听得懂的话 讲五句教导人 每一句都听得懂 这个才有意义 如果你用方言讲一万句 大家听不懂 没有用 用这个来认为保罗反对说完 其实保罗不是反对说完 他说反对没有欢迎的方言讲道 他不是反对方言道道 我们看这个十八节 十六章的十八节 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比你们真的还多 如果十九节 是保罗反对方言的根据 为什么十八节说 感谢神 我说比你们还要多 这不是还蛮多的吗 保罗反对方言祷告 所以说我感谢神 我说比你们每个人还要多 他才能祷告 用方言祷告 领受神的启示 因为有神启示 他明白真理 才能够把神的奥秘道理写出来 就是今天圣经里很多书信都是他写的 书三都书信 书他写的 那为了说很多来感谢神 怎么可能反对方言呢 所以十九节所对反对方言 不是反对方言祷告 就是反对方言讲道没有欢迎 没有欢迎听不懂 你讲音乐句没有用 不只讲五句叫人话 悟性的话五句 每个人听得懂 不被欢迎听得懂 才有造就 我们看同样第十四章 第十二节 十三节 过年都前书的十四章十三节 所以那说方言 就当求都能翻出来 当时的过年就要提书在很乱 没有人欢迎也要用欢迎讲道 因为没有人欢迎又欢迎讲道 大家听不懂没有造就 所以保罗才说这样不好 要诸多年数 最好两个最多三个 然后轮流一出一个 让人欢迎 如果没有欢迎就不要向大家讲 可以向神说就祷告 你讲方言没有欢迎 大家听不懂 你就向神祷告 用方言祷告 所以这里才 说要求都能翻出来 翻出来大家听得懂 才造就大家 那么如果你不能翻出来 你就对神说 方言祷告造就你祝祭 才有个问题 这里讲一上面 我想到先的顺便党 这里没有列出来 看同样 过年第十六章 十六章的这个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过年前书十六章二十三节 所以全教会 记得一处俗后 若多说方言 偶然有不动方言的 或是不信的人进来 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 他说大家都讲方言 有不信主的人 只有目道人从外面进来 或者听不懂方言进来 就你们癫狂 神经病 所以他说 一般教会拿着做批评 我们大家是讲方言 那我们那个 听不懂方言进来 或是目道朋友进来 就气笑 说你们神经病 所以我们说好像神经病 每个人都今天不正常 不是这样 这个当时的各人教会 敌对太乱 没有那么翻例 也要讲方言 而且不轮流 不就是人数 一直好几个暂停来讲 大家听不懂 因为听不懂 主席就乱了 你听得懂 就很安静听 听不懂 就问旁边 他讲什么 我不知道 问他 我不知道 那就乱起来了 所以大家都 用方言向他讲 没有翻例 没有轮流 听不懂 这才会混乱 才会被批评 进来 就气笑 你们神经病 那我们祷告 很安静 对神祷告 祷告 大家祷告 停 大家停 还能住戏 没有混乱 神听懂 有人进来 听不懂 没有关系 我们鬼就祷告 你跟亚索说话 我听不懂 没有关系 因为我不是亚索 他就再向耶稣 说话 向神祷告 我不是神 他没神听懂 我听不懂 没有关系 这样就不会说 你癫狂 我们方言祷告 是向神祷告 没有翻例 没有关系 没有主人人数 没有理 没有关系 因为神听得懂 所以这样 不会被批评 癫狂 如果是我们转向人 对人说 好几个讲 没有轮流 没有主人人数 没有翻例 才会被批评 癫狂 所以我们都现在了解 这个圣经的前后关系 不要拽机就结束了 拽机结束了 就是断章取义 好像侠着摸象 摸到他的鼻子 说象 好像喇叭 摸到他的肚子 说好像大瞳 摸到他的脚 说好像柱子 摸到他的耳朵 好像一把闪 都对都不对了 因为象不出那样 那一部分 好像对 整体不是这样 所以你拽机结束 好像对 你对照别的圣经 来做上来 就小 做到这个错误了 所以 从这个角度看 好像对 那个是片面诸理 片面诸理 不是真理 从什么角度 看都站得完 互相对照 不会冲突 圣经的话 不会冲突 这才是真理 我们教几书人的解经话 就是语经解经 这个 这个才对 所以你拽机 就好像刚刚看第十九节 保罗说反对方言 看十八就晓得不适合 他 感谢神 都说很多 所以我们都要 前路多看几节 把他的这个 连贯的 前路的 这个很舒想 都去了解 你就 知道他的讲床 假如你单 拽机 好像这样 你看前面几句 好像不是那样 你就晓得不是这样 有时候你在 对照别的圣经 因为圣经不能 互相冲突 圣经就要到心里 有一贯的道理 他没有互相冲突 你以为冲突 是因为你圣经 懂得太少 如果你能懂多一点 你就晓得 圣经不可能冲突 圣经是咱的话 谁举书人写出来 咱们会冲突呢 不可能冲突 因为你不了解 你以为冲突 所以说我们要 常常读圣经 我们这个听 平常这个聚会 传道人 或是常常读圣 讲道 早上讲 跟校讲 不一定有连贯 今天晚上讲 明天晚上讲 也不一定有连贯 就圣经感动 讲什么 那我们这个圣经讲座 或者说这个圣经讲序 就不一样 圣经讲座 圣经讲序 是有主题的 有主题 而有讲义的 然后有系统的 对每个主题 根据圣经 好多这个 根据来互相对照 互相印证 一个整体性 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要了解 比较容易了解 比较能够深入 而且能够牵涉到 更多的层面 有的人听到 你听了几十年 好像什么道理都听过了 但是对生的了解 会当皮毛 为什么这样 因为缺少 这个整体的了解 圣经的道理 我们要把它系统化 不管是什么题目 要把它系统化 那系统化 对每个问题 你会联想到 好多神经根据 然后你对这个 每个问题的了解 会更深入 而且成分会更扩大 这个我们对圣经 六书六书的道理 才会明白 我们常讲几个 神的讲习会 或者神的讲座 对每个主题 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更多层面的了解 把每个主题 都有一个系统的了解 这样我们对圣经的道理 才会了解更多 对我们信仰的根据 会有很多帮助 根据会更文过 有的人 虽然这个根据不够稳固 因为他对很多圣经的这个主题 这个系统不太了解 所以我们这一次 这个讲习会应当 对每个问题 各位听众们 会有更深入的 更多层面的了解 这个是关于方言问题 那接下来我再 因为还有一点数量 顺便再提一提 然后休息一下 再来进到第二节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条件就是说基督话 我们看一看 马太二十八章 二十五节 教会书是圣子要基督灵 还有说基督话 马太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 二十五节 二十八章 二二十五节 凡我所分露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主道书这个末了 主位书生人之前 很担心教会 在历史的演兵当中 会慢慢改变他的话 所以他就最后一句 分露他的门徒的话 说凡我所教书分露你们的 就是他的门徒 教训他们 他们是以后信耶稣的人 隶属上的教会 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主道书的末了 反过来说 假如你改变我的话 我就不跟你们同在了 圣灵是主的人 所以主要跟你们同在 等于圣灵跟教会同在 有的教会拿着我这根据 耶稣应许跟你们同在 到书的末了 所以耶稣没有离开教会 圣灵也没有离开 因为圣灵说耶稣 连他们知道 耶稣应是主要书的末了 不跟你们离开 要跟你们同在 所以圣灵没有离开 耶稣没有离开 读圣经 读一半 圣灵不是这个读法 耶稣有过一个前提 一个附带条件 说反我所和你们的 都教你他们遵守 然后才说 我都常与你们同在 主要的末了 所以圣灵不要读一半 读下面那一半 教会永远有圣灵 圣灵没有离开 基督没有离开 那读上面那句 才了解 不是这样 耶稣有条件 反我所和你们的 都教你他们遵守 不要改变我的话 历史上的教会 不要改变主的话 主才历史上 跟教会永远同在 但结果没有 所以我昨天晚上讲过 第一书记 属都书代 他们按照主的话 去传福音 所以属都的教会福音 我们叫 隐属福音 最早的福音 最纯正的福音 第二书记 属都已经都离书了 教书代 第三书记 教书代 开始 教书开始在左样 为什么 因为没有属都带领 没有属都带领 在以后 大家读的时候 凭着理智去书考 凭着理智去书考 就有很多不同意见 所以教会 信仰越来越乱 那么到第四书记 天独教 哇 离得更远 后来越来越越越越差 所以才有 马丁路的改造运动 那马丁路改造运动 说讲一句话很有名 说回归圣经 回归圣经 虽然他传的道理 比天独教更合归圣经 但并没有完全合归圣经 还有一些错误 天独教所传的错误 接下来 并没有完全回归圣经 那我们教会才真正回归圣经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圣灵 如果马丁路的虽然 该运动成功 没有真正回归圣经去 因为没有圣灵在里面的教导 现在有这么多不同教派 不同信仰 是因为没有圣灵的教导 大家凭助理 理助去疏考 去研究 所以各种不同的了解 就有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教派一直产生出来 那我们教了几十年来 我们是合一的 在基督里面是合一的 不管宿建什么地方 我们教信仰都一样的 因为我们有圣灵在里面教导 保守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教会才真正回归圣经 那到底是一般教会 什么地方改变圣经 没有按照圣经传呢 我们教授我们才会 有什么圣灵根据呢 就我们休息十分钟 然后我来讲这个 我们所认为的 怎么样才会圣经 一般教会所传的 哪一点部位圣经 休息十分钟 我们再进来 更精彩在后面 好 没有打 好 没有打